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比较适合出家还是在家修行 如果有机会出家好 我都这样说的 披上袈裟 袈裟的涉受力 护齿 我觉得还是真的不错 大家说你别指望这个世界 能找到一个没有贪嗔痴漫液的地方 别指望啊 不是气了头发就没气了贪嗔痴漫液了 也别指望说 你在地球上只要有人力的地方 你别指望那儿就没有贪嗔痴漫液 都有啊 妒忌 憎恨 什么都有啊 人道德 所有的习气欲望 不管是寺院里 寺院里 全部有啊 都是圆绝境界啊 那就直接去修吧 都是圆绝境界 没有什么不是的 是吧 如果你是佛 这都是啊 众生以个头不同的执着 是些不同的样子呗 对吧 妒忌的时候你看 妩媚啊 是吧 贪的时候是这样的 撑的时候是那样 人家众生以不同的样子 呻现了不同的状态 是吧 你纠结啥呢 但是众生能不秤吗 不能 众生能不贪吗 不能 众生能不妒忌吗 不能 如果他能 他就成道了 知道吧 他就叫圆绝 他不能 所以他只能是 无名之中 只能在梦中折腾 知道 就是在无名烦恼之中 不断的视线果报啊 他那不是视线 是受爆 知道吧 但是什么不是圆绝呢 对吧 所以我不管你出家 在家 哪儿都一样 不要求个情境 不要说 但是呢 出家有出家的好 知道吧 嗯 大家不看身面 看佛面嘛 是吧 你披上加沙 我们对你 阿弥陀佛 师父上座 是吧 这样的啊 大家会觉得你那个加沙 还有护齿嘛 还有就是 我觉得现在出家也挺好的 有时候 就是有些时代啊 这和平时代嘛 四月里边 持住行啊 都很方便 有时候以前嘛 有时候 近四月啊 四月 残也断壁的啊 然后呢 连经书也没有 连老师也没有 然后就出了家 好像很寂寥 清灯古诀啊 好像连古诀也没有 以前就一个清灯 好像很寂寥 而且又没吃的 也没人供养 现在四月真的是吃个 什么都有啊 什么都做点空花佛事 每天做 反正说的也是佛话 做的也是佛事 是吧 每天大家还很恭敬你们 披着袈裟 我觉得蛮好的 就是 如果自己安心的话 挺好 如果觉得 啊 这是不是将来 要刀牛做马环啊 这出生的人 奉养啊 布施啊 是不是 那也是其类的 是吧 所以很多出家人 也会去闭关 做毛铺 也不敢去接受 共生的故障 觉得 觉得还不起啊 对吧 觉得自己不够 这也是一部分 一部分 师父的想法啊 也有一些 坦然的面对了 英国来了 就来了吧 我大不了我皮毛带脚还你们 人家就不怕这种 是吧 不怕 不怕英国的 那这种呢 有一种是解脱了 有一种是无惧无畏 无知 知道吧 那很多原因 所以我只是告诉你 在哪也别想找个 什么 所亲近的地方 没有什么 但是出家好 而且对你出家好 在人世间修行呢 有很多 也有很多障碍 有很多 Bach 看起来 把 Hello 教训 观看起来 找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